各位关心我的朋友 先大家报一个平安吧 我每天都会做个小视频 我就说了 我的视频最主要是为了科普的 医学上的科普 并不是为了播什么名声 或者什么样的事情 我的事情现在还在 还没有最后定案 我听大家的意见 我觉得我也不做什么特殊的事情 我就在这么等他们 到最后怎么说吧 就这么和大家说一下 这两天我天天都会做一些东西 现在是流感季节 流感季节最大的一个症状 包括这次冠状病毒 好多人就在发烧 一发烧大家就紧张了 先说一下发烧 其实发烧不是一个病 发烧只是个症状大家都知道 发烧的本身并不是一件 非常可怕的事情 一般的情况下 如果小孩子六个月以上 六个月以上的小孩子 除非有一些非常特殊的疾病 你要需要当心一下之外 要不然的话 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是自己的体内一种 非常自然的防卫措施 为什么说自为防御措施呢 因为一般的发烧是有细菌或者病毒引起的 当这个体温上升一度到两度的时候 那些细菌病毒的繁殖速度和移动的速度 就大大减弱了 所以这是一个自我防御的一种措施来的 所以其实做就实在的话是个好事 好事 可是一般的情况下 特别对孩子 就四五岁的孩子经常会发烧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考虑到两个问题 第一 小孩子习惯动作 就什么东西用手去拿 手拿之后直接放嘴里面 所以他外界的那些病毒 细菌就很容易通过嘴进去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 小孩子刚刚出生几年 他的身体里面的免疫功能 还没有完完全全可以抵挡各种各样的病毒和细菌 不像我们成年人 我们已经经历过了 我们里面已经有抗体了 已经习惯了 他们不习惯 所以说哪怕有一点小小的病毒细菌 他身体就会反应出来了 他就开始发烧 一般的情况之下 一般的情况之下 一般的孩子在下午 一般成年的也是 下午和晚上烧会略微高一点 早上醒过来 他烧相对就好一点 好一点 是不是一发烧就马上要吃药 不一定 不一定 那么吃药的一个标准是什么 这个上面有一个温度的标志 为什么我写两个温度呢 因为在美国你好多温度计 是用华氏写为F的 而国内和亚洲很多地方是用摄氏度的 一般我们从小之后 供给长大的 肌膀都知道 37度是正常体温 37度的体温 在华氏是98.6 一般在医院里面 或者你打电话给医生 你没到38度就是100.4度 他们是不建议吃药的 因为这是身体的自我调节 你没必要 一定要压到37度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 一般的情况 38.5 就是101度的时候 开始给病人吃药 这种东西 到了40度 40度 104度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如果持续性的 不降下来的 104度 你要想打个电话给医生 问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一般的情况下 在38度和40度之间 你去买一点外面的药 像Tilenol IB-Pofun 这个药 我下次有个专门视频 告诉你们 每个药的毒性在什么地方 应该怎么服用 大概剂量多少 这个我会有另外一个视频跟你说 今天只是介绍一个发烧 经常常听说的一些谣传 就是说 发高烧 40度 会烧坏脑子 其实这个是不科学的 也没有这个病例的 一般的情况下 从生理学角度来说的话 达到44度 就是111.2度 华氏111.2度的时候 才有可能 才有可能 对脑部造成一定的伤害 38到40度之间 绝对不可能 把脑子烧 最起码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病例 除非你们见过 不要道听途说 不要人家说 某某某某某能烧到怎么样 就烧傻子了 保证有其他的原因 保证有其他的原因 不要去道听途说 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癫痫 就是抽筋 癫痫的症状 癫痫症倒是会发生 虽然说 是不是最常见 可是那时候会发生的 到底什么原因 什么原理 大家有更多风云 这个你们不需要知道 癫痫是有可能发生的 好多家长就为这个 非常担心 非常担心 哪几个情况之下 你必须要打电话 去医生了 哪些地方 就是外面买点退烧药 就可以了 要打电话给医生 第一个就是呼吸困难 喘不过气了 喘不过气了 这个一定要打电话给医生 一般的情况下 这是并发肺炎了 第二个 如果小孩子身上 起一种红的斑整块 特别如果这个红块 是在同一个地方的 你就要打个电话给医生 那个地方可能有个炎症 或者有其他的问题 在那边了 第三个就是小孩子 不肯喝水 水其实在发生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人的体温升高 人的那个新陈代谢加快 去杀那个病毒 需要水 如果那时候不喝水的话 对孩子的那个体温 会更加大的影响 如果小孩子拒绝喝水 那么有可能 咽喉部位有什么问题了 或者有其他的问题 也要打电话给医生 当然不喝水 就形成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不尿 有些孩子喝一点点水 你觉得他喝了 其实没喝下多少 怎么样一个背法 就如果六个小时 小孩子都一点尿都没有的话 你最好打个电话给医生 这里面可能有一个问题 就是叫尿路感染 尿路感染 另外呢就是说 如果说你的温度啊 一直掌握不好 三天以上 还是在这样子烧的话 你要打个电话给医生 当然了我说三天 估计好多家长都等不到的 一般两三天就会打电话医生 这个我可以理解 这个我可以理解 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不一定需要送到急诊室去 一般的情况下 你等给家庭医生打个电话 他就会指导你 应该怎么处理了 并不需要去急诊室 因为急诊室呢 往往你这种病例 他要等好几个小时 对你来说得不偿失 对孩子可能影响更大 而且你知道急诊室 各种病的都有 你带孩子去或你自己去的话 被传染的可能性反而更加高 更加高 第三呢 就是刚才说的 一种癫痫的现象 如果有癫痫的现象 你也要打电话给医生 好 这就是我简单介绍一下 发烧的原理 以及发烧的一些指引 明天呢 我就会说一下 就是用什么样的温度计 后天我会说一下 应该用什么药 去控制那些发烧 哪些药 应该是怎么样 计量多少 以及可能的副作用 可能的副作用 好 今天就这样 其实就是和大家报个评 可能好多东西大家都知道 我只是和大家大致聊一聊吧 好 谢谢大家